小玉和秦妍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他们的朋友雅萍帮他们捂死了一套老房子 小玉一见到这房子就非常的喜欢 决定住下 秦妍是位教授的先生 学校离这座房子有些远 只能留下小玉自己先住着 小玉和秦妍每天都要通信 她一个人过着也是有些惬意 小玉受到秦妍的来信 说是过不久就可以回来陪她常住 小玉很是开心 一天给她送信的大叔告诉小玉 雅萍晚上要来找她玩 为了等雅萍 小玉早早就气好茶再等她 可是等到很晚雅萍都没有来 而等到的是一位和尚 小玉并没有感到害怕 还坐下来和她一起说话 和尚告诉小玉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和尚小阿明也是在这里等人 只是这一等 就是五十年 阿明从小和哥哥相依为命 哥哥是山寨的老大 以前在火拼的时候 灭掉了另外一个寨 结下了恩怨 当时在火拼的时候 放下了一个和弟弟阿明 年纪相仿的男孩 哥哥是个土匪 却从来不让阿明一起杀生 他让阿明跟着老师读书 偶尔自己教他一些防身的武术 阿明在哥哥的庇护下 过得很是安稳 一天 哥哥不在 阿明自己在家 觉得无聊 便骑上马去树林里打猎 在打猎的时候 被一阵笛子的声音迷中 他随着声音的方向寻去 发现了一个 让自己一见钟情的女子 故事说到一半 雅萍来了 和尚消失了 雅萍和小玉住了一个晚上 两人玩得很开心 第二天早上 雅萍帮小玉做了很多家务 然后离开了 晚上 小玉在院子里等到了和尚 和尚继续给小玉 讲那个未讲完的故事 阿明把女子带回去 对她特别好 这女子什么话也不说 每天在寨子里的活动 就是刺绣 而且只销赌绢花 阿明便叫她小玉 阿明为了讨好小玉 还特地让下人 买了上好的卷 弄得像真正的赌绢花 送给小玉 哥哥让下人去打探附近 有没有家中丢失女子的 无苦 阿明想要娶小玉 哥哥答应了 他们成亲了 下人告诉小玉 要对阿明好 不然自己是不会放过她的 结婚那天 阿明很开心 小玉依旧冷漠痒 却没有反抗 不管小玉对阿明怎样冷漠 阿明都觉得 自己有一天能感化的 让她爱上自己 一天阿明觉得 小玉对自己的情感有变化 以为自己成功获得她的芳心了 小玉每天给阿明气场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茶凉了 我再给你气一会 阿明而小玉坐在窗前 给她画了一幅画 阿明高兴的把画拿到小玉面前 没想到 小玉依旧没有表情 阿明彻底绝望了 冲出去 骑上马就走了 哥哥让下人跟上 觉得弟弟不对劲 下人一路跟着阿明 阿明路过一家寺庙 停了下来 阿明不回去山寨 决定要出家 不管大家怎么劝 阿明就是不回去 心意已觉得阿明 最后真的消仿 成为和尚了 哥哥没有阻止 他理解弟弟 只要是弟弟做的决定 他都支持 阿明做了和尚 以心向佛 弟兄们经常来看她 一天小九也来了 小九来了 阿明并没有理她 小九在寺庙外 搭了一间卯屋 坐了下来 小九每天坚持给阿明 气场送到庙里 还给她准备饭菜 阿明还是不理她 一天 小九又气场来 阿明一下子火了 把她手上的茶打翻 杯子碎了一地 小九伸手去捡碎片 被扎得流血 阿明看了有些心疼 从那天起 阿明和小九的感情 变得好了 就这样 阿明在寺庙的生活起居 都由小九照顾着 一天 阿明像往常一样 在等着小九的到来 可是一个上午过去了 不仅没有等到早茶 连午饭也没送来 阿明开始觉得 有些不对劲 他走出寺庙 望着远处的茅屋 小九穿着红色的衣服来了 他问阿明 愿不愿意跟他走 阿明还没有反应过来 哥哥就来了 哥哥中了埋伏 身上的伤口一直在流血 原来有人出卖了哥哥 阿明给哥哥上药 哥哥知道自己活不下来 便给阿明交代了后事 哥哥让小九答应自己 要带着阿明活着出去 小九答应了 敌人包外的四秒 原来对方是当年 哥哥放上的那个小孩 而小九正是那小孩的妹妹 当初小男孩逃走的时候 其实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女孩 只是哥哥不知道 所以阿明明白了 小九是来复仇的 小九求哥哥放了阿明 哥哥不同意 阿明非常生气 他拿起枪要打向小九 却又不忍心 这时的小九已经爱上了阿明 他不愿意阿明死 又知道两人的恩怨太深 无法解开 他站了起来 把阿明手上的枪 对准自己的胸口 按下了扳机 小九死了 他和阿明约定 来圣一定要见 自己也会一直等他 小九哥哥带人冲进庙里 阿明背他刺死 阿玉听着听着就流泪了 他对和尚说 茶凉了 我再去给你气一祸 阿明进去气茶 突然在镜子里 看到了自己的前世 原来他就是那个小九 想起一切的他冲了出去 喊着阿明的名字 可是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不知道爱有没有来生 但是就像阿明说的 只要知道自己爱的人 能够过得幸福 只要有人能向自己爱着他 那么在他身边的 不管是不是自己 都已经足够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 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